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頻道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弟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網又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啟倉的平靜就是反網報 好,禁節都是喜順了 因為澳洲和中國的關係 貌似又有一些新的回暖跡象 我們的外交部長現在仍在中國 亦都看到 帶來的訊息也不錯 現在 中國海關 居然有法文介紹 我們的龍蝦 羊毛香 和保健品 因為之前 這些東西也不是那麼容易進入中國 應該說 這些東西進入中國 是有阻滯的 作為中澳關係改善的進一步職長 其實 北京的海關部門正式 在社交媒體上 發表一篇文章 或許 亦都是對於澳洲的這些 之前 入華受到阻滯的商品的一個 鼓勵也好 放鬆的前性 即是 之前的一些放聲器出來也好 甚麼都好 其實都是一些好的跡象 包括龍蝦寶劍品和我們的 ARC ARC 即是UGG 還有珍珠 其實 這些東西 在兩年之前 是 進入中國很難的 當然 中國海關總署就在 社交媒體帳號上發表 文章 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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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其實是 討論 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 即是RCEP 潛在的 優勢文章 那麼 中國海關就舉例一系列 來自澳洲的商品 並且 就說 根據 RCEP今年1月1月正式生效 這些商品 對於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 是越來越有吸引力的 中國已經是 連續13年 成為 澳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這個是 海關總署的文章這樣寫 他們也說 澳洲龍蝦海參 寶劍品 羊毛香 珍珠等等 都廣受 我國消費者 歡喜 的商品 他也介紹 不同類型的澳洲龍蝦 其實我們有很多澳洲龍蝦 有些比較便宜的就是西澳的龍蝦 那些真的挺便宜的 但是塔斯文尼亞大紅龍 挺貴的 在全球來說都不是 便宜的東西 說澳洲龍蝦其實是有少少龍統的 更加 在RCEP之下 就會有零關稅 但是 向 中國銷售龍蝦其實也不關關稅事 其實就是中澳關係不好 中澳關係不好 我們看看 新冠之前 其實 澳洲對中國 賣龍蝦 賣龍蝦也賣了7.5億澳幣 佔澳洲龍蝦出口的94% 你也知道 94%突然失去這個市場 當然有些人有灰色渠道可以買到澳洲龍蝦 為何澳洲龍蝦 受歡迎因為好看 紅色夠大隻 未煮熟已經是紅色 沒錯 塔斯文尼亞大紅龍就是紅色的 當然價值就比較貴 雪櫃也有一隻 我經常跟達雅Sir說不行要買龍蝦 因為比較便宜 當然我是買回來的 最後來 有些只可以放入冰箱 因為一個人吃不完 也不會吃一個人 那麼貴重的食材 讓親戚朋友一起來 不代表我有錢 只不過是 在節戒的時候跟親戚朋友一起吃 跟 之前比 當然現在的 氣氛真的良好得太多了 從2020年初的時候 隨著 新冠開始蔓延 餐館、商店、工廠都關閉 新冠在中國各地也造成了當時封城 出口受到衝擊 之後當然 業界 也收到一個不好的消息 2020年10月底 澳洲龍蝦 可能被金屬和礦物 微元素污染 遭受到 中國海關的投訴 其實 也有價值幾十萬的龍蝦 在 混往中國的途中 是沒有了 因為 焗到糞了 令到澳洲的 龍蝦商當然很嚴重 當然 後來也只可以 向其他市場轉移 不過 這是一個昂貴的過程 轉向其他市場 也不是那麼容易 你們知道 我們和中國在印太地區 其實是比較近的 好像南澳的一位龍蝦漁民 叫Andrew Ferguson 費格遜先生 他說 看到 這些 中國海關的介紹文章 眼淚都流了 等了 兩年 終於回到過去了 還沒有 我覺得 還是一段時間 但是 起碼看到一個盼頭 如果魔總繼續執政 根本是沒有希望的 對於這些龍蝦商人來說 想到不用想 他就說上次 龍蝦放在上海 結果沒有了 全部 沒有了36萬澳幣 一批貨沒有了36萬澳幣 他就說 過去三年 業界 一直 是等了又等 就等 跟中國關係的好轉 看到這些消息令人鼓舞 亦看到現在工黨政府做到事 你想想 魔總 魔總也不怕 可以去很多地方演講 是呀 是呀 華茲利 36萬誰賠給這些龍蝦商人 當然是華茲利 他就說 過去幾年我們以前的政府令我們付出了沉重代價 我們只可以扭轉我們業務 但是誰可以彌補到中國那麼大的市場 他亦都說 對於 龍蝦 這些 對華出售 受到限制 其實 他亦都覺得 很 很大 當然還有牛肉煤炭 不過有個好消息就是 貌似 紅酒也有少少聲起出來 當然我們如果有最新消息也要報導 費格尚先生亦都說 之前 真的有很大影響 澳洲人只可以 把龍蝦賣給其他市場 但差得太遠了 以及 他亦覺得 以後政府對華政策應該是謹慎 亦都說大家如果真的回到中國銷售 未來哪個政治家 說錯話 我們真是很難承受 當然 其實 我覺得 很多東西都是自動波的 如果你和中國關係不好 其實那些商人都不會幫你買 因為那些食客有理由 經常都是 罵我們為何幫你 吃龍蝦 可能澳洲龍蝦的質量好 但其他又不是 不好吃的 亦都有代替品 對於中國來說有很多代替品 但我們對中國市場 是百分之九十四 他亦都說 如果中國市場發生任何變化 那就是個好消息 不過 之後 亦都要 小心一點 澳洲對龍蝦當中的 格和其他重金屬 他亦都覺得之後都要進行 所有檢測 當然 大家 正常情緒 大家要小心 他就說他的客戶 在中國大部份是上海的 當時收不到澳洲龍蝦 他們都很失望 他們 亦只可以轉賣其他市場 他就說他已經和中國做了二十多年生意 之前經常去中國 和中國的客戶建立了牢固的關係 他們在供應鏈當中值得順賴的夥伴 因為他們 價錢總比其他國家高得多 這個就是現實 這個就是現實 我們之前說過 台灣買鳳梨去日本 他買的量不小 這是現實 但是價錢就是一半 那你就自己想 那你就自己想 一半價錢的話 實在太過 低 真的太低了 真的太低了 另外 我們看看 中國海關總署的文章 亦都說了我們澳洲的保健品 是高標準的 這個標準 是由治療 用品管理局 TGA監管的 他 並且指出和其他 國家 相比 都是 有比較過 另外 他亦都說 Batmore Batmore 就是我們叫澳街寶 我現在才知道有這個中文 這樣的公司其實 強烈地 希望他們的產品繼續 銷往中國 因為這個牌子 我想 如果你說代購的話 全球應該排到 前五去到中國 因為 我們這些東西比較出名 當然這篇文章亦都說 澳洲外交部長王英賢 昨天去了北京 和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先生見面 慶祝中澳 建交五十周年 澳中商會主席 David Orson 亦都說 這些 來自中國海關的評論 真是令人鼓舞 和中國進口商和經銷商 再談一談 可能 重新 會 得到一些機會 澳洲亦都想將自己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送到中國 他亦說這些評論 亦都提醒了我們 全面經濟關係 是重要的 亦都強調了 澳洲出口商有機會 利用全面經濟夥伴關係作為平台 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 這個 RCEP就是 這樣的協議 我們需要做更多工作 利用好這個平台 當然他亦都說 中國大流行之後需要復甦 其實 澳洲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你始終離開了這個市場很久 所以都是要重新設置一些東西 他亦都希望 可以儘快 自己飛到北京 和相關的部門和行家去會面 他亦都說 外交部長被邀請到北京是個好笑頭來的 中國的貿易 促進機構 中國 貿促會 對於商業圓卓會議和代表團 重新表示出興趣 這也是一件好事 澳洲總商會 以及澳中商會 現在計劃對華進行訪問 一旦 旅行條件允許了 現在不知道怎樣 現在還未知道 最新我們 外國人去中國可以怎樣 隔離政策怎樣 未知道,全部都未知道 未有很明朗的政策 我都希望有一天我都可以踏上中國這塊土地 真心地說 當然 另外一條消息 這也是來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習生 其實他 跟澳洲總督 David Hurley 是 通了電話的 亦都是護志賀典 因為 昨天 中澳建交五十周年 沒錯 他 說中國高度重視和澳大利亞的關係 其實令到很多澳洲商人都很開心 這個是真的 習先生就說 對兩個國家關係 都可以一起促進 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 還有穩定及繁榮 而且這樣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 之前摩總 當然是 非常 說得很 很大 很狼 習先生就說 他是高度重視中澳關係發展 願意和澳方一起努力 以建交五十周年作為契機 堅持 相互尊重 相互共贏原則 推動中澳全面貿貨夥伙伴關係可持續發展 不斷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當然 現在還有人就是 兩個澳洲的華裔 他們就在中國 驅留 他們的親友 都很希望有些好的消息帶回來 好似 那位記者成蕾 他老公 是西人 原來他也是 中澳商會的會員 以前 還是有點頭涵 他就說 其實中澳關係好 亦為他妻子 早日回國帶來了一個契機 帶來了契機 好,今天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